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们都是一群热爱中华民国热爱台湾 但是昨天晚上我们看到那个新闻 我们真的很放心 我们不知道台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一个号称民主进步的政党 取得执政权以后 我们看到的是扩害民主的各种事实 昨天 第二反对的 新党的发言人 在早上清晨六点钟 就被人家敲门了 我以为蔡英皇总统告诉我的说 从二党军总统的那一天 不要有人为了他的认同而道歉 可是现在我们为了我们的认同 我们为了我们想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我们需要被搜索 我们需要被询问 我们非常重庭 今天在场有许多我们华府重量级的侨胞 他们不见得每一位都是新党的党员 他们不见得每一位以往都支持新党 我想请我们这些侨胞朋友们来发表一下我们对台民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家发表一点感言 首先我想请我们华府新党自由会的蔡德良会长跟大家报告 我们接到这个讯息以后 我们的想法以及我们未来的做法 谢谢齐宇 齐宇 首先我们非常谢谢大家 在很短时间来感到这里 很不幸的昨天我们在台湾碰到这个很悲哀的情况就是 民进党居然以法制的权力来谋杀这个人权 过害人权 居然以法律的程序 较过这个人权 过害这个自由民主 所以我们这感到非常悲哀 刚好这些人呢 我们这些新党的党工呢 刚刚才到大陆去参访 就是为了要使这个两岸和平的发展的进程继续进行 所以两岸和平将来的终极的统一能够慢慢的完成 让两岸能够有良好的未来 让台湾的清零人能够有好的未来 很可惜的是他们不思思想 就是想要把这个我们的支持统一支持两岸和平发展的 找到没有办法来支持这个活动 所以这是非常悲哀的事情 所以新党一直一向以来一直支持两岸和平发展 一向以来希望两岸能够能够很低调的来发展 让两岸能够不会发展 战争不再发生冲突 可是现在碰到的情况是 林军党以民族新的部长 居然以法律的非法的动法来做成做 当然目前我们知道说 他们已经把这四位我们的新党反攻放出来 但是我们希望这个事情没有再发生 不要再出现 不要有威胁护臂 不要让人家不敢讲话 不敢发生的情况发生 所以现在请大家 一定要把这个事情 讲给大家知道一下 我们希望 他们不要再继续 干这种事情 小孩再继续做这种事情 我们必须要在美国 在主流 在这个跟美国相关单位联系 让他们知道 这个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 而在台湾发生的 不应该发生的 在民进党的手上发生 所以现在我们请其他 我们乔林们做更多举句话 首先我想请我们前中华部门主席 王振华王先生 中华会馆就是我们侨界的龙头 他以往更不是新党的党员 但是他就是作为一个我们侨界的侨胞 我们的一般老百姓 我想听听他怎么跟我们共作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昨天晚上 我在半夜行的时候 我习惯性的 打开我的ipa 我常看 但是就做一些新闻 我知道 你们这些人 那我的能力 简直不一样点 今天我公来谢个命 我知道的秘密太多了 全国家最大的秘密 就是蔡英文 无能 民进党无耻 你们明天来抓我 王鼎中能知道什么秘密 今天最大的秘密的 就在中华民国的国防部 11月22号 冯室宽 当着你们所有媒体的面 说保持稳定 不要擦枪走 从那一天以后 中共的军机 就天天到台湾 你竟然都 你先都告诉我了 不要擦枪走过 我天天来闹你 看你什么时候擦枪 看你什么时候走过 冯室宽宽宽来谢命 明天要呗杀爸 王鼎中这样的咖 她能谢什么 我是国安警罪 我讲的话我负责 冯世梵现在的 明冷冻两角 bump 我现在就谢了命 中文里边最大的力量 就是蔡英文侍能 明天要 minim عند 接下来 我想把 Ergeb initiative ��고政治没有关系的 他纯粹就是个文化人 就是个教育人 是我们华府中任学校的议会的会长,龙玉廷龙校长,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因为在11月1号的时候,天气好一下,接下来天气就好,从12月1号到4号,我每天就是从桃园坐火车或坐汽车到台里,我以往的一个小时的车怎么怎么样,在搭车中间或是汽车或火车,我都不会觉得是什么,但是今年12月1号到4号, 我每天眼睛都在透,后来才发现,台湾的空气实在是太透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当然执政当局还有他的说法,就说我们这个配合嘛,所以你们大家就要忍耐一点,多用点灵弹,所以来呼吸,那我自己是做能源方面的研究,所以我发现了, 我们台湾的空气,迟早要被现在的资源当局中间,如果他们还抱着声音呢? 那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呢?同时也是讲的,就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有一些事情要转移, 比如说,你就可以发现很多南北,大家都在抗抗,那他就可以用一个小小的一件事情,就把这个大家关切的民事问题啊,环境问题啊,都转移,这样子的话,对他来讲,他的施政上就会减少一些压力,事实上会不会这样子呢? 因为环境,当环境被你们弄坏之后,还要再回来的话,不是那么极致,所以呢,我希望这个执政当局想好他自己该怎么样子,把这个保党支离好,不要一天到晚想的就是说,我怎么样还要选举, 他所做的所谓,都是孩子在选举,这是一个另有政治重新的事,因为政治嘛,就是众人知识,你没有办法把众人知识弄好的话,那就请你一下,就这么简单,谢谢 我们会长,蔡会长,刚刚就在网上各位在场的媒体记得说一个点光,我们新党自由会也会来要做的事情,我想如果民进党这个威权政党,他们如果再继续这样造型逆施,从明天开始,我们就会动员我们所有的力量,在华府的大街小巷带着我们的 带着我们的poster,到华府的大街小巷去控诉民进党的倒行逆施,而且我们正在积极地引领中文的,英文的,新闻港,我们准备在华府的中英文媒体刊登大幅的广告,控诉民进党的倒行逆施,洪漫平说,我是男子汉大道夫,我敢做就敢当,我希望民进党你们敢做就敢当,不要怕我各位要做 现在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场的媒体记者,你们可以读问,谢谢 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秉中也好,汉廷也好,他们其实刚刚和新党的玉木云主席去了一趟中国大陆,他们展开了一个新党的创新之旅 他们做的是什么事情,他们其实今天本来下午在台北遥召开了记者会,要宣布新党他们在上海成立一个服务处 为什么要在中国大陆成立服务处 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当然第一个是汉 但是我们有一个年轻人很重视的问题,是我们的低薪,是我们的生业,是我们的小子化 年轻人不敢结婚,不敢生孩子,为什么?因为台湾没有希望,新党的青年军他们打算给大家再来一条光明的路 他们在大陆成立服务处,新党的这些,这些年轻人将来如果有机会竞选成为公职人员以后 他们的服务处将来就是所有台湾年轻人想要到大陆求学求职的服务处 民进党见不得别人好,因为你今天的海基会,你的日委会永远只有以独不闻 你已经毫无作用,就领甘先私会素餐 让新党取代了你们的职能,然后你们斗完了国民党,你们现在开始回头来到新党,给他们换红帽子 新党做的事情,是为台湾下一代年轻人掌心出路 是为了我们有发展,有前途,就一个预言的准备 民进党你在怕什么? 对不起,我耽误民进党的时间,因为我没有听到你们的发问 请你们提出你们的问题 在旁边的朋友也没有疑问,还是你们认为我们讲的都是对的? 你们也没有办法回答 你们也很悲叹 台湾的民主怎么走到这一步 我跟各位说 我在台湾出生,在台湾成长 我真的已经不相信民主了 你想想看,那些被民进党愚民 已经落字的选民选出来的政党 他们能为台湾带来什么样的前途? 我前一阵子在一个演讲里面,我知道了 我不是那么的羡慕中国共产党 但是说实话,人家的效率多高 在2013年,他们提出一带一路的主张 在2016年的年底,2017年的年初 一条从义务通往伦敦12000公里的铁路已经开通了 台湾有民主选举 从李登辉总统 陈水扁总统 马一九总统到蔡英文总统 21年,我们一条34公里的机场劫运终于通了 还有4000多条选举 你们不能这样封闭自我 新党就是要让大家有心思维 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前途真的不是只有在台湾 如果美进党,每天发动孔独公投 我们只要四分之一,400多万票就会通过了 我一定自费,买机票,回去投下赞成票 民进党你敢吗? 民进党你敢吗? 那你骗我们一辈子,还骗你自己的支持者一辈子 你现在做不到你对你支持的承诺 你就回头来砍杀这些所谓的统派的人 然后你拿这个来度想,来赌账 是这样的吗? 我欢迎各位媒体朋友发问 我愿意接受你们的挑战 请 是 我是想请,您刚说,会要爆洋装跟美国相关的联系 那是不是你有联系和他 国际南京战会联络 给你们什么样子看法 是 我想回应一下 目前还在联系中 所以他还没有回应 但是我给您另外一报告 我们这边是晚上7点钟 旧金山的三点半 旧金山的新党支友会 同时也在召开地的会 而且 我们今天下午已经和纽约的新党支友会 在联系了 纽约联合国的相关部门 他们应该多多接住 当然你们也知道罚首哪些单位 我们会长也很熟 我们都在接触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中英文的抗议性 民事长你敢做 就不要抗哦 敢告 还有哪位媒体朋友 我们会长这边已经在做最后的翻译 然后还要把它翻译成英文 一定会发给一个媒体的信息 谢谢 谢谢 我们跟长连的讯息非常流通 所以很多东西都同控 一开始大家也都不清楚 发生什么事情 只知道都有 很多人被抓 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发生 所以一开始不清楚 后来清除以后 在党部开了记者会 所以我们也了解 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说 其实在美国很多事情就是 我们都确实一个自由的民主 那么我想美国人会支持台湾 也是因为台湾的民主政体 也是一个自由民主的 那么这一部分假如说 在台湾因为这个程序的问题 因为这个打压的问题 怎么使得台湾的民主自由 生育毁于一旦的话 那么我们就知道台湾的 所得到美国国会也好 美国民间的支持的话 就会毁于一旦 这个对台湾其实是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们知道说 这个在必要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事情 用强力的方法 让这个台湾的执政党 你不敢回復乱做 所以这个我们目前还在继续中 所以我想我们跟台北党部的联系 是很畅通的 那么我们也发现 在美国这件事发生了以后 在美国台湾的桥界 反应非常非常的激烈 而大陆方面的这个网路 我们看到的反应也非常激烈 这个武统的声音一直上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整个两岸局势 是非常不好的 我相信起码民进党了解 了解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必须要站出来 带你们的这个桥界 做积极严正的抗议 谢谢 我再 对不起 我可以回应你 我现在工程院上民进党交证 下次我回台湾之前 我一定跟各位记得报告 希望他们在机长逮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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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刑法100条来自我 那不是你们当初需要 你们当初站在街头 要求撤销的人吗 然后我回应您刚刚一五话 今天下午我出门的时候 跟我太太说 平常 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平常在家里喊银 今天下午我出门的时候 跟我太太说 三个孙子交给你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 我非得出来不可 这就是自发性的 新党叫得动我 只要我的良知叫得动我 谢谢 请问事情比较具体 你们在这边的行动 不管怎样都会执行 还是说是有弹书 就是说像台湾民进党那边 有什么样的行为 你们可能就会暂缓你们这边 然后在这边的行动 比较具体 因为你刚刚才有说 是有一个刊登广告 所以有没有可别 告诉我们哪些 会有哪些错证 我想嘉辉也知道 我们以往这一群朋友的行动能力 那么我们干过一些事 也干出一些动静 因为我们有主场优势 今天我很感谢台湾的司法 还能有那么一点点的底线 今天在这几个证人 被传送了十几个小时以后 放他们回去 如果未来民进党政府 持续地这样玩弄司法 那么大家就来斗法吧 华府是我们的主场 我们干出过一点动静 告洋状 让小弟很在 我觉得他不知道台湾是不是 是否在民主上 准备恢复警备总部 因为他现在的做法 因为他现在的做法 过去只有几个一种 光处这样的做法 这种情况 不仅仅造成台湾当地的老飞行 而且更造成自己的困扰 我不知道他们将来怎么修长 我不知道将来民进党 持续地准备再从大陆交换 因为你这样做的大陆 我要讲 就是三十年以前 我们这些老兵们 在台湾做证据 当时的情况下 今天也就是这些老兵们 打开了两岸的大门 直到两岸之间 发展到现在 从国外回南 经过这么多的政党轮迹 不管怎么样 两岸之间和保持一个相当 就是有用的 可以讲是有无效人往来 而今天 蔡英文毫无疑问 她就抱这种装罪的心态 你讲什么我都不理 我也不会 蔡英文自己讲的装睡的人 叫不醒 但是装睡的人 打这些事情 我可以告诉大家 将来有一些 要发挥一切的力量 我们主要不是反对 所以才有反对的力量 我们是为了台湾 两千三百万人口的前途希望 再奔走 各位 各位媒体朋友今天晚上 摆忙自动来这边 我再抱个多点 我再抱个多点 小弟民国六十二年 加入中華民国空军 那一点我十五岁 加入中華民国空军 感谢中華民国政府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 两岸没有战争 我今天退众 我拿了终身奉 我想请问各位 我没打过一天仗 我该拿终身奉 如果你们那么多 我想请问 你们再想一想 不要去几十年 两岸之间没有战争 对两岸老百姓 对中华民主 是信还是不信 我现在要爆料在后面 前几天 我和一位 中国大陆的 智库的学者聊天 他是一个统派 他向我吹嘘统派的力量 我告诉他 我在台湾还有亲人 我的老岳父老岳母 我的妻弟 我在台湾还有很多朋友 他们的子女 两岸真的不能有战争 他说 那么我们研究研究 如果两岸之间重启战争 如果开启战争的话 他会建议解放军给台湾 军方的所有穿着军服的人 72小时 你们以并驾 试驾 或者不驾 那方式离开军内 我就不打你 反正现在 中华民国已经没有进化了 我想请各位门口 媒体朋友 你们回去 请你们的主 你们的媒体 请你们的主编 做一个民调 如果今天 两岸一旦发生战事 中共人民解放军 给台湾的军方 72小时 拖下军服自动离营 台湾军方还会有多少人 在那里 我再抱个脸 我的同学 我的朋友 大家都在同温层 大家已经确定 如果民进党 如此恶搞乱搞 我到今天还有一年备役 你要真正让我回去 问你台独作战 我是不去的 你问问台湾的备役军人 今天你们这样羞辱我们 有遭遇你羞辱我们的时候 会有多少备役军人 在披上战袍 为民进党政治作战 我今天都来信任 你来抓我 美国跟台北有市场 明天下午5点钟 我在家里等你安眠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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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